来请教一下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一定会把不懂的事情 弄得清清楚楚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板 一定会把不懂的事情 弄得清清楚楚的星座 那么请观众朋友参考 太阳上升以及金星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水瓶座的朋友 一定会把不懂的事情弄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跟水瓶座的性格有关 那水瓶座的特质呢 它是属于认真的态度 它不想人生过得得过且过 那么水瓶座这个人生态度 它是非常认真负责 其实是对自己非常的认真 然后对自己的想过的生活呢 它其实有自己的梦想 那么不会呢 就是得过且过 就觉得敷衍这样子 那比如说他想买房好了 他就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根据自己的能力 来去挑一间 他可以去支付的一个房子 他并不会像那个别人呢 做一个比如说富豪梦 比如说能力不足呢 却想要住在水岸豪宅 但这样的生活呢 其实呢 只会造成自己更大的负担了 所以呢 认真负责 让他们把不懂事情弄懂 也比较不容易被骗 那第二名上榜的 这个处女座的朋友呢 他也是一个比较 能够把不懂事情弄懂的 我们的大律师呢 上升星座就是处女座 处女座的特质呢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这个追根究底的精神 那不喜欢有被欺骗的感觉 那比如说他们对任何的事情 他都会去追根究底的去了解 比如说呢 这个比如说食物安全好了 那么这个什么样的食物呢 才是适合自己身体的健康 那么什么样的食物 可能有一些这个食物的添加剂 或什么样的一些这个 这个食物的材质 可能会有害身体 他都会弄得非常的清楚 以确保自己呢 在饮食上面 不会有受骗的现象 来看第一名的朋友呢 把不懂事情弄懂的星座 是这个星座 天蝎座呢 也是如此的 来天蝎座呢 他是要活出自己的价值 他讨厌这种浑浑噩噩的人生 所以在人生发展当中的各种历程 他呢都会呢 希望自己能够把所有的 不理解的事情能够弄懂 比如说他并不是这个专业的 但是他因为一些工作需要 或者是说面临到一些事情 他需要来了解这个事情的话 他就会呢 去认真地去下功课 来把这个事情搞懂 他觉得说搞懂以后呢 就能够提升到自己的新的能力 也是一种活出自我价值的感觉 他觉得浑浑噩噩的人生呢 并不是这么样的精彩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呢 水明座 处女座 天蝎座 在生活当中遇到不懂的事情 他们都愿意花时间 或是去请教别人 把事情弄懂 来活出自己新的人生 以上呢给大家做参考 来来讲到说人生的陷阱 一个针对年轻人的 对 还有针对 你说有买车的 还针对有买房的 也有诈骗 年轻人你都喜欢买车 重机 B&W 然后呢骗也骗不多 几十万 一百万紧绷啊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中年之后呢 想要买房子 看到大家都有房子 都当着包租工 对 他也想要买房子 三十多岁 一个月薪水三万多 然后呢他一直想要买房子 结果呢 没有投机款怎么买 他就上网去看 看到了有人在叫 林源买房 他那时候想说 这可能是诈骗了 他就没有投 后来他就看 预售屋的时候呢 建商跟他讲 我帮你林源买房 上网看 他自己觉得说是诈骗 建商来讲 他就觉得 那建商是好人 建商要来帮我 他就想说好 那就跟建商一起来 买他的新乘屋 结果呢 怎么样林源买房 他先叫你去做信贷 先带个两百万出来 没有上班嘛 这是预售屋还是城屋 这是新城屋 城屋 新城屋 没有卖完的余屋 他就说来 我帮你林源买房 但是你还是要一点投期款 意思意思去借信贷 可是呢 就跟刚才大律师讲的一样 你三万多 你怎么可以借两百万的信贷 来 半年的时间 我帮你做正常的金流 把它洗到你一个月薪的薪水 是十万 那又是要交 对 不用不用 对 他那个只是帮你做而已 但是他这次是没有用诈骗的 对 但是你的东西一定要给他 他就帮你做 然后呢 每个月就是一号 或五号就把钱汇进去 然后呢 他上面还写说 什么XX公司薪水入账 他就要做出来说 你好像是一个高阶主管这样子 然后再用把现金领回去这样子 好 做完了 借了两百万的信贷 然后呢 前面有信贷两百万了嘛 应该买一厨啊 后面贷款八百万 再把你拉出来 那你就觉得 你有一个房子了 非常高兴对不对 可是你想想看哦 你两百万的信贷 利率非常的高 又是跟三道猴子一样 几乎是全额贷款 几乎是强力过肩 你一个月薪水 根本就只有三万啦 你要还这两百万的信贷 再加上八百万的房贷 你加起来就是一千万 一个月要还到七万 哇 你第一个月 你就少了四万 大律师借个两万 蒋老师借个两万 第二个月 雅兰姐借个两万 对 您可以借了 半年的时间 你就没有朋友了 可前面还在开心地 家庭派对 我买家了 大家逛家了 出来就发现滚不出来了 滚不出来之后呢 他就回头去找建商说 我可以卖还去给你 建商说 你在说什么 当初我帮你圆梦 这已经是你的梦想成真的 可是最后就变成噩梦 然后呢 还不出来怎么办 跟银行要展严 然后呢 要去干嘛 要去协商 到最后弄个两年 法拍了 一定是这样的啊 一场空啊 建商赚到了钱 银行也赚到了利息 法拍之后呢 这钱也是全额给银行 然后到最后 房子两年耍了一下 房子也没了 然后呢 负债一千两百万 这就是人生啊 多少蜜猪 多少蜂 对啊 但是有些时候 当大家都有的时候 你没有你就会想要拼一下 但不要拼 通常拼不过 那所谓的贷款啊 其中有一些隐藏的许问 需要弄清楚是不是 对 其实你去贷款的时候 你要想清楚说 你到底是要做信贷 还是要做房贷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我那个朋友 是最可怕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讲说 你是踮着脚去买房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有一个 房子在天上嘛 你要是伸手 就可以拿到就好了 可是他用信贷 把自己脚踮上去 这个就是 超过你能力了 那信贷的利率又很高 所以呢 你坊间上面 讲的这些东西 你千万不能相信 没有一种东西叫 他跟你讲说 零元买房 那就是把它拆成信贷 跟房贷 那这两个东西 全部加在一起之后啊 你就会 帮不过了 所以呢 你的头期款 要嘛 就去跟 家里拿 要嘛 就跟朋友借 你不要想说 用贷款的方式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陷阱 千万不能做信贷就对了 就是你信贷 就是要你有信心 像我一样 拼了命 就是六个月 半年把它还完 那你年纪轻轻 怎么懂那么多啊 就是在警察局 坐在那边喝茶的时候 学的是不是 不是 我都那个 人家 人家来报案 我都来 来帮他们打电脑 做笔录 因为这些东西 太多人被骗了 然后呢 从头到尾 其实很多人 都以为你遇到的是贵人 其实你遇到的都是骗子 你在警察局 当记者 帮人家 你在打新闻稿的时候 一面听 听的都是最真实 血泪的案例 因为他们来到派出所的时候 要做笔录之前 要先准备嘛 然后都先来 跟我们泡茶聊天 我们就那时候 就一边问一边写稿 真的都很惨 有些人被骗是 几个月的薪水 有些人被骗是 一辈子的积蓄 那些一辈子的积蓄 被骗走之后 大概人生就是欧伯 你是怎么会被骗过 我没有 我可以体会 我共情到了 我就很想死 觉得好可怜喔 今晚 你有空来开放吗 挑Java大神马将手游 即刻下载